来看到这个男子在军中枪杀了同袍 结果他逃亡了21年 是后来靠着警方细心的比对 九架男子的身份 这个凶手终究是难逃法网 这是在民国79年服兵役的郭昆俊 他涉嫌持着步枪杀害了财务士 强到3万块钱弃枪逃逸 这21年来他流窜在全台各地 就是不敢回屏东老家 最近10年他落脚在桃园 日前因为九架被逮捕 遭到细心的远警发现 他的相貌跟档案照片不符 进而发现他是冒用了堂哥的身份来应讯 而终于坦承在21年前 他在军中犯下了强盗杀人案件